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田子房一共是33间 我们这次的发掘是发掘了6间 在田子房边上确认了稻田的存在 稻田当时是什么样子 这个稻田两侧是有田梗的 然后基本的宽度是在12到13米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发黑的区域 这就是当时种稻子的地方 我们在圆明园或者田子房的周边 他也偶尔进行劳作 2020年我们实际上是发现了一点迹象 但是当时发掘面积没有那么大 所以今年给它扩大了它的发掘面积 现在发掘的基本上是140平方米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砖呢 就是被烧硫化的那个铺地方砖 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表面你看起的泡泡 实际上就是被烧的硫化了 然后在它的台积的外围是有散水的 这个散水是用卵石铺的 而且那个卵石它不是说就是随便铺的 它有的就是拼成花卉的样子 像这儿它应该是拼成了一个菊花的样子 这是翌日的 看啵 就试着 我们不试着 你去找一下